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望望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今年起一连举行四天 除了会公布相关人事调整外 将审议十三五规划 制定未来五年的GDP增长目标 在十三五规划中有哪些关注焦点 而中国大陆今年第三季GDP成长率 跌破7% 中国人民行宣布24号起 降息一马降准两马 双降的目的何在 另外人民币是否会在下个月 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呢 相关一提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旺报副总编辑陈秀兰 我们观察平息 副总编您好 副总编 中国大陆第十八届五中全会 从今天起开始一连举行四天 将提出大陆下一个五年计划 十三五规划的规划建议 这次十三五规划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部分呢 大陆从二十六号开始 就今天一直到二十九号 就联系四清的五中全会的召开 那我想大家都关心的是 大陆的五中全会主要是 讨论它的一个五年的计划 那我们也清楚的知道 今年是习近平跟李克强 他接受他们习理体制的第一个 面临的五年计划 所以大家也比较关心说 在这个新的五年计划里头 习理体制到底要提出哪些东西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先前也提到 大陆在第三季的一个GDP的增长 是没有达到7%的目标 所以大家就很关心 就是以大陆目前这个十三五的规划 它是不是能不能很顺利达标 那我想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那我想在十三五里头 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 大家的亮点就是说 因为大陆经济下行 其实大陆它一直强调 所谓的新常态 就是说它经济转型的问题 所以很清楚就是它有几个 我们可以关注就是说 它在怎么去经济转型这一部分 那对台湾关心比较大就是中国制造2025 还有所谓一带一路 甚至是互联网 特别是互联网跟中国制造2025 这应该是大陆经济转型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引擎 如果它这边能够顺利 在所谓的使用互联网的方式 互联网plus的方式 就像它中国制造2025 就是让它的整个制造业的升级的话 那整个大陆的一个 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 就会相当的成功 它整个是完全是一个 我们讲所谓转股的一个情况 普总编 这一次中国大陆推出13五规划 那您觉得目前大陆经济发展状况 在13五规划中 有哪些的挑战我们需要关注呢 我想虽然大陆认为说 大陆那个13五规划一定提出了 很多的一个经济的亮点 很多产业的亮点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就是中国大陆毕竟是 还是一个管制的国家 它的很多产业 基本上比如说 我们提到说它要引进名词 它要国企改革 那国企改革其实 它怎么引进名词 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因为中国大陆还是一直强调说 它要做一个所谓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主义 所以它其实在做国企改革的时候 它强调的还是要做大做强 当然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会觉得说 那你在自由化的过程上 你的国企改革的过程中 你怎么去把经营权跟所有权 怎么去做一个合理的 就是在你不上市 所谓你社会主义控制的 一个所有权的情况下 你又要让它经营源权既有所谓的 跟市场接近 那我想这个国企改革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那但是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的一个国企 掌控大陆在六七层以上 经济的命脉 所以说国企改革能不能 真的让它的资金影响民资 让很多民间的资本可以进入国企 这是国企的一些垄断的事业 这是对中国大陆 就是所谓它在转股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说你的国企 这些资源没有释出来的话 那你还是没有办法 所谓的你说要强调脱胎换股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力量 我觉得这一部分是 外界比较在质疑的 就是说你在引进民资 这一部分 你能够做到夺彻底 能夺落实 那我想这是它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知道民企 相对是比国企 是比较有效率的 那我想中国过去 在很多方面 产生很多腐败的问题 还有垄断的问题 还有经济增长 没有办法给普惠所谓的民众 很大的原因 就在于它的国企 掌控了这些重大的资源 那我想这一部分 是中国大陆 必须要花很大力气 也是大家在关注 这个转型里头 它国企改革 到底要怎么做改革 那这应该是一个观察点 如果它在这方面 真的做得很成功的话 当然大家对它 未来所谓的服务业的开放 它一直强调说 公司民营的推手 就是公司营的合营方式 包括它未来要推的 一带一路的建设 很多铁公路建设 它需要引进民资 这一部分都是涉及到 你怎么让国企 不去垄断这些事业 这些资源 所以我想 它的一带一路 不是完全看它国企可以做 它还是必须要 让很多民资进来 那我想这一部分 如果国企改革 能够很顺利的话 那我想在 它推动一带一路 这方面当然是所谓的 还有包括它 在推动PP这个模式 去推动它各个的 所谓的基础建设 铁公鸡建设的话 那它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才能获得比较充分的 它的效用才会发挥出来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是一个 它未来会比较大的挑战 是 刚副总编 您也谈到中国大陆 今年第三季GDP成长率 不到7% 只有6.9% 而大陆下一个五年 GDP成长率目标 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副总编 这方面您的观察 它的目标 会设在哪个地方呢 我想前阵子大陆总理 李克强特别提到 他希望是一个合理的区间 那对于上次 他的第三季GDP降到6.9% 他也觉得说 这个6.9% 虽然是降了0.1% 但是就整个 他认为他的就业增加了 然后居民的收入也增加了 所以可以尤其是 他对于GDP这一部分 他不是那么care 这个7%这个数字 他反而更在意的就是说 我怎么让居民收入翻一翻 这是他在13.5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重要目标 他特别席到说 他希望能够在13.5完成的时候 建立成一个小康的社会 那所谓小康的社会 是他希望居民的收入 能够翻一翻 那目前中国到了一个居民的收入 大概平均在7000美元左右 那如果以他希望能够达到 翻一翻的话 等于是他现在13.5结束的时候 是能够达到12500美元 那就等于是相当一个 中等收入国家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 对他来讲 GDP的整个成长率 对他来讲 也许不是他最重要的目标 反而相对是他怎么去增加就业增长 还有居民的收入翻一翻 所以如果说他在这一部分 以这样的情况下 他对于这个GDP这一部分 因为有些经济下行 但是他的一个结构转型 他希望能够更让 一般的民众可以去受惠 这一部分的一个经济增长的目标 所以他并不在意 那个所谓搜那个所谓的光那个数据 他更在的是他的值的一个增长 所以大概可能有人预估 就到一些机构预估大概6.5到7%之间 副总编 另外大陆央行宣布24号起降息一码 降准两码 这是自六月以来连续三度启动双降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他主要的目的何在呢 我想就先年的前一阵子 他公布的第三季GDP经济增长 不是那么的理想 再加上全球的一个经济 都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 所以我想他经济下行压力是有的 因为他最近的出口 也都是在负增长 那我想这部分的压力 不能说没有 但也因此中国大陆 他不得不去用降准的方式 双降 他这一次是降息一码 然后降准两码 那以这个方式就是来拼经济 那当然我们提到说 尽管他经济下行 他是要做一个新常态 但是稳增长对他来讲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这边稳增长这一部分 他必须要透过所谓的一个 我想还是需要一个宽松政策 因为他必须让更多的一个 投资力能够爆发 还有让更多的一个资金释出 让一些投资机会能够有 所以李克强就提到所谓的双创 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还有包括所谓的公共服务业的开放 那这部分都涉及到说 他要引进民资 那引进民资 他融资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所谓 银行利率引导他下降 以中国大陆为讲 其实上在过去2008年之前 他的一个利率曾经冲高到 23%左右 存准率 就存款准备率 这是世界最高的 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空间 可以往下调降的 所以以他的一个工具是相当多的 那我想这是他第一波的 一个宽松政策 他未来因为放眼 整个全球经济并不是那么好 那如果大陆真的是希望说 他能够在所谓的稳增长的目标 就是说他的经济成长率 不要跌得太差 但是他又需要能够让整个 引进很多民资来做一些公共服务 因为他未来可能要做很多的开放 比如说他的扩大财政支出 这一部分 因为李克强一直强调说 他引进很多公共服务业 让民间资金能够进来 那这一部分就需要很多的 政府的扩大财政支出 那扩大财政支出之后 你怎么让这些民资进来 当然你必须要有 很充裕的一些融资机构 所以利率怎么引导利率下降 还有让怎么资金 民间资金可以进来 然后一些新的一个金融配套的开放 这就变得相当重要 所以我想他在这一波的一个双降 应该只是第一波 很多人预期 这是一个起步 未来的宽松政策可能还会更多 未来的发展 我们持续来关注 副总编 我们谈到金融的部分 大家也非常关注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 预计在下个月会宣布 五年一度的特别提款权 SDR组成货币的评估 结果各界都很关注 人民币是否会纳入SDR 有关于这方面 您的看法呢 那我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知道 之前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 他也获得了美国的一个支持 他加入SDR 另外他前一次到英国去访问 那当然英国更是大力的支持 所以以国际情况来看 国际上基本上 英美这两个大国都已经支持 至少没有去反对 所以很多机会开始预测 就是说在下个月 就11月份 那个IM召开的这个会议的话 讨论SDR的话 中国大陆是很可能会纳入SDR的 那前一阵子 一个外定的蓬勃 就有报道说 中国大陆已经开始 结果他加入SDR 开始在你一些庆祝的文章 那我想他这样的猜测 并没有太离谱 因为中国大陆的确在这几年 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我们看他8月11号 放扁人民币 就是一个完善 他的一个人民币中间价的报价 是希望让他的中间价 可以跟市场价格 离岸价格更接近 他做了很大的努力 另外他前一阵 就是他上礼拜宣布 那个双降的同时 他也放过存款上 就是限制一些金融机构 所谓的上线下线的浮动 他也把他解除掉了 那有人说他解除 这个所谓的浮动利率的这个设限 就是等于因为他要让利率更市场化 那这都说明说 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一部分 他的确是做了很多自由化的努力 另外上礼拜 他也同样的上礼拜 他也宣布说 那个上海自贸区要开始 现行实行 所谓的资本向下的可对互换 那这在说明说 其实为了要几月冲刺 他加入SDR 大陆应该是已经万事都做好准备了 就等下个月的开会来拍板了 副总编 我们看到大陆在完善利率市场化机制 这个部分做了很多的措施 还有很多的努力 像刚刚您有提到的 那如果未来人民币顺利纳入这个SDR的话 您觉得有哪些面向我们需要来关注的呢 其实中国大陆是一个经济体相当庞大的 它的外汇存产也是最多的 那以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它其实经常让入自由化 我想在机制自由化 它一段一定有个点破之行 我想任何从一个过渡性 我就以大陆经济体这么大的一个过渡性 尤其它过去是一个外汇管制的国家 所以它是不是能够加入SDR 当然对人民币 未来很多可能全球的一些储备货币 可能会 可能有人会把它从美金或欧元 转换成为所谓的人民币 有机构意固带会有一兆美元的一个需求 但是因为它目前的大陆的一个人民币的报价 还是采中间价 就是政府官方有个价 还有离岸 就是这两个价格有些时候是背离的 那再加上未来全球经济是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 中国在控制人民币这一部分 它可能就不像台湾的台币市场 它是比较属于潜碟的 那中国大陆是一个比较广大的 那它怎么去让这个金融维稳 让它货币维稳 都会影响到它怎么去货币操控 所以我觉得加入了SDR之后 其实是一个挑战的新的开始 尤其中国大陆融入所谓的市场化的一个经验 并不是那么长 那么久的时间 它应该算是一个初级生吧 那怎么在这个市场化里头去学会一些经验 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当然大陆人行的一些官员是相当优秀的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从一个管制到过度一个自由化 其实事实上也不是只有一个 光是你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还是有待观察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 旺报副总编辑陈秀兰 针对相关问题为我们做深入的平息 谢谢副总编辑中访问 谢谢您 谢谢